豹子是最灵活 适应性最强的大型动物之一 它总是带着策略进入猎场 通常是偷偷摸摸地埋伏在猎物身边 因此 它通常会取得成功 15 豹对猎狗 一只好奇的猎狗介入了一只豹子和它年幼的孩子之间的互动 猎狗没有意识到的是 母亲的本能是不可动摇的 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它的孩子 小豹发现了猎狗 并向远处跑去 为这次接触增添了几分好奇 母亲在赶走猎狗后迅速去寻找它的幼崽 这是在一只老年熊豹 从一个利青鹿寒洞中偷走一只幼年猎狗 并将其杀死几分钟后 因为它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捕猎 而这只豹子急需食物 它沿着公路检查了无数个寒洞 直到第四次尝试时才获得成功 这只豹子刚刚杀死了一只猎狗 正叼着它 当豹子的食物受到威胁时 它可能会杀死一只猎狗 然而 我听说豹子很少会去追杀猎狗 也不会为了吃掉猎狗而故意杀死它 另一方面 猎狗作为一种天然的机会主义捕食者 可能会杀死并吃掉一只豹子 你猜怎么着 这只豹子刚刚打破了这个规则 也为它看起来对吃这只猎狗毫无顾忌 我想这块鲜嫩的肉太难抵挡了 这只豹子不知从哪里蹦出来 带着对这只贪得无厌的猎狗的愤怒 向它发起了攻击 猎狗被吓了一跳 退到一边 试图避免被豹子抓伤咬伤 十四 豹不是脚马 一只豹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把一只年轻的小脚马扑倒在泥地里 而受群的其他成员 则向四面八方跑去躲避这个掠食者 由于没有一个成年脚马 试图帮助这只小家伙 他注定要失败 豹子很容易就杀死了它 这只豹子试图杀死这只脚马幼崽 但他要确保他的母亲不在身边 因为一只成年脚马 可以对豹子造成很大的伤害 在对该地区进行侦查后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而这只豹子也完成了行动 这只豹子在马拉河渡口 抓到一只脚马时就开始大开杀戒 他通过杀死猎物来实现他的目标 当这只豹子把猎物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 他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和耐力 这只豹子在地上发现了一只死去的脚马 在接近他之后检查了动物 13.豹对狗 一只豹子在车库里攻击一只狗 就在狗看起来有大麻烦的时候 豹子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跑掉 狗似乎没事 一定是有人或什么东西把大猫吓跑了 一只豹子在一只黑狗的家门口扑倒了它 这只狗很幸运它逃脱了攻击只受了轻伤 它被立即送往兽医处以便接受治疗 这只豹子杀死了一只狗正沿着围墙把它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一幕一定很震惊 另一只狗在一个居民区被豹子抓走 我还是不明白人们明知有风险 怎么还在晚上把狗留在外面 在这个片段中一只豹子杀死了一只猴子 并把它叼在嘴里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 猴子的孩子仍然紧紧地抱着它的母亲 我甚至不确定豹子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每当我看到一只大猫拯救另一只动物时 我都会大吃一惊 因为大猫会吃其他动物 它们甚至会攻击其他大猫 看这只豹子带着它最新的捕获物 一只成年费费 然后我们注意到一只小沸沸 独自在草地上 豹子杀的是小沸沸的母亲 但豹子走到小沸沸旁边躺下 感受到危险的豹子 轻轻地把小沸沸放进它的嘴里 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 在它扔下沸沸后 它与罪回祸首猎狗对峙 并通过咆哮让它知道它不受欢迎 它回到小沸沸身边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直舔着它 小沸沸跑开了 但豹子把它带回来 保护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捕食者有时会对其他物种表现出同情 特别是当对象是婴儿时 当然 除非豹子只是在为它的下一顿饭做准备 下面这个片段绝对是疯狂的 看着这只豹子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 特别是接近猴子的时候 在树顶上 猴子的动作非常敏捷 但这只豹子也同样出色 甚至更灵活 这也揭示了豹子的能力和力量的很大一部分 你现在可能已经明白了 如果你要避开一只豹子 你最好不要躲在树上 然而在这一天 猴子设法生存了下来 又活了一天 十一 豹不鸟 这只豹子正在练习它的捕鸟技巧 跳到空中去抓鸟 但它每次都失手 但这只大猫并不气馁 它跑过海滩去捕杀 最后 这只猫得到了它所要的东西 并得到了食物 这只豹子悄悄地靠近 埋伏在一些鸟身边 但当它去捕杀时 所有的鸟都飞走了 而大猫却一无所获 应是强大的生物 但当这只豹子去猎杀时 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是 豹猎杀水牛 在我们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一只豹子抱着一头小水牛 豹子通常单独狩猎 所以它们不会猎杀成年水牛 它们通常会以较小的牛犊为目标 这对它们来说是有利的 这只豹子伏进了一头小水牛 这只猫鹤动物 无非吹灰之力 就杀死了小水牛 然而 这只豹子决定把它的猎物 带到其他地方 以避免可能来抢食的其他捕食者 如猎狗和狮子 在高处的树上 是豹子享受美食的最佳地点 一只未成年的熊豹在湖边休息 它决定在一个时间后 四处游荡 寻找有趣的东西吃 几分钟后 它找到了合适的场合 吃到了完美的午餐 一头水牛妈妈和它刚出生的小牛 直接走到湖边 豹子从远处注意到了情况 并开始猎杀猎物 当它接近小牛时 它全力以赴 准备突袭伏击 经验欠缺的豹 从小牛的额头 而不是喉咙抓住了小牛 因此 水牛妈妈有机会拯救它的孩子 它正是这样做的 它冲向小豹子 把它赶走 在这段黑白录像中 一只豹子走进了奶牛未养的围栏 试图抓紧 一头小牛就跑 但牛群发出了很大的噪音 由于某种原因 大猫被牛群惊吓到了 九 豹不是游猪 豹子和游猪之间的冲突 通常是令人兴奋的 这次的遭遇也不例外 一只大公豹 抓住了一只大游猪 在这些冲突中 结果是不确定的 但这只豹子牢牢抓住了游猪 尽管游猪竭尽全力 但最终还是屈服了 这只豹子正试图干掉这只游猪 但游猪是个可怕的对手 它们也能造成重大伤害 很明显 游猪处于危险之中 但你永远不知道 当两种动物发生争斗时 可能发生什么 然而 在这一天 大猫实在是太强大了 当这只狡猾的豹子冒险进入游猪的巢穴 并成功地将游猪从那里拉出来时 这只是雪上加霜 游猪来不及眨眼 就被这只大猫从窝里抢走了 这只豹子当着所有邻居的面 把游猪拉出了它的洞穴 游猪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所以它的处境很糟糕 无法自卫 也没有得到邻居的帮助 而邻居也不想参与进来 八 豹不杀沸沸 一只正常的豹子 是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跟踪沸沸的 这个沸沸群 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威胁 它在空旷的地方 但它明显没有被发现 它行动了 并取得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胜利 有了这个猎物 它的幼崽会被照顾得很好 这只豹子发现了一只小沸沸 并直接向它跑去 一旦豹子把沸沸抓在手里 沸沸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豹子要强得多 它的咬合力足以将沸沸咬死了 沸沸妈妈愤怒了 但为时已晚 因为小沸沸已经被咬死 这只豹子发现了一只沸沸 并冲向它 豹子把沸沸抓在手里 这个灵长类动物无能为力 豹子杀死了沸沸 并在它所有的朋友面前 扛起了沸沸的尸体 这些朋友除了看着自己的朋友 被这只致命的猫科动物 拖走之外 什么也没做 豹子更强壮 它把沸沸咬死了 7.豹狩猎黑斑领 现在是时候 让这些幼崽学习如何狩猎了 因为妈妈给它们 带来了一只小黑斑领 让它们练习 小豹子是个新手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杀死猎物 它们会用爪子拍打猎物一阵子 使这一过程持续很长时间 最终它们会杀死猎物 但对于可怜的黑斑领来说 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过程 这只豹子杀死了一只相当大的黑斑领 并在另一只豹子出现在该地区时 将其拖到了其他地方 我不确定这些豹子是否认识对方 当第二只豹子终于出现的时候 很明显这两只豹子是一家人 这只独身的豹子 追赶一只比它大一倍的黑斑领 但最终成功地把它打倒并杀死 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 附近的所有动物都对它印象深刻 6.豹不杀犀鸟 这段视频记录了南非一个 濒临灭绝的犀鸟繁殖家庭中 一只三周大的雏鸟 被豹子咬死的情景 看到这一点很可怕 因为这就是野外生活的残酷事实 这是该物种的一个悲惨损失 它的研究人员很幸运地 对它们的行为有了一个难得的了解 这只豹子像一个专家一样 计划和执行它的狩猎 只是最后鸟出乎猫的意料 逃脱了 这只豹子攻击了一只南方犀鸟 但对这只大猫来说 要完成狩猎似乎并不容易 这只鸟在四处走动 猫被吓了一跳 由于草太高 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成了一个谜 这只年轻的豹子 试图从巢穴中抢走一只南方犀鸟时 被抓个症状 与此同时 成年犀鸟在树的周围 拼命地试图分散和阻止豹子的注意力 这似乎很有效 5.豹对狮子 许多小狮子被豹子杀死 甚至被吃掉 这是一种双向的竞争 这只豹子杀死了一只小狮子 并把它带到了树上 狮子母亲的悲痛对豹子来说毫无意义 这只是一顿轻松的大餐 而且未来少了一个竞争者 这只母狮不仅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士兵 还失去了一个儿子 在非洲的草原上 豹子和狮子经常相遇 狮子是草原上的绝对王者 当豹子遇到狮子的时候 豹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 这只豹子遇到了一只母狮 由于它的力量和速度 它能够及时地逃脱 母狮发现没有必要追赶这只豹子 于是就放它走了 4.豹狩猎巨蜥 蜥蜥的尾巴来回甩动 偶尔会撞到豹子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很难平静地吃完一顿饭 现在是雪豹从狐狸手中夺回猎物的时候了 但附近也来了不少想分杯羹的喜鹊 雪豹已经遭受了足够的损失 所以它没有心情去分享 讨人宴的喜鹊不让它休息 这只猫拿了最好的肉就走了 留下清理人员为剩余的肉争吵不休 2.雪豹不是炎养 在世界许多地方 雪豹被称为山区的幽灵 也为它们有能力融入和消失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 对其恶劣的高山环境的适应能力 已经达到了在岩石背景下 几乎不可能发现它们的程度 最近 一段来自喜马拉雅山的戏剧性视频浮出水面 表明即使是最隐蔽的猫科动物也会偶尔出现 并上演一场精彩的狩猎表演 这个俯视图向我们展示了一只正在追捕炎养的雪豹 我们可以看到雪豹是多么的灵活 它能够在悬崖峭壁上追赶动物而不掉下来 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它巨大的爪子可以作为攀爬的支撑 它们的爪子在光滑的岩石上提供额外的牵引力 雪豹的敏捷性使它平均每个月能抓到两种大型哺乳动物 如喜马拉雅岩阳 它已经适应了生活在这些近六千米的悬崖上 这是一场猫和羊的游戏 一 雪豹猎杀山羊 这只追赶山羊的豹子非常惊人 尽管地形很疯狂 但雪豹并不在意 因为它必须吃东西 而山羊在逃命 就在雪豹准备打开杀戒的时候 山羊逃脱了它的控制 跳入水中 这只雪豹在徘徊 与一只巨大的山羊面对面 但这只山羊设法避开了大猫 在厚厚的雪地上奔跑着逃走了 这是三只一岁大的雪豹 又在吞噬起母亲猎杀的山羊的视频 可以看到母亲在它们正上方几步远的地方休息 豹子是一种迷人的生物 也为它的狩猎方式 以及带着猎物一起爬树 我最喜欢的是雪豹 以及它是如何追赶山羊的 尽管它失败了 但这是多么高超的技巧和耐力的展示啊 好了 这就是本期野外快速灵活的豹子的 15个最佳狩猎时刻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一定记得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